花蓮市公所办理的回篮客庄故事地图第二期活动开跑 这次搜罗了28间好吃好买好住的客家店家还有两个市局 同时还汇聚了故事地图 外民众可以按图索记到花蓮来体验花蓮的魅力所在 还有机会可以抽中大奖 长桌上摆满各式客家美食甜点种类超多元 让人看得食指大动 花蓮市公所办理的回篮客庄故事地图第二期活动 正式开跑 这次搜罗28间好吃好买好住的客家店家 集两个市集 并绘制了挺挺A行故事地图 方便旅客能够来到花蓮体验深度旅行 今年的部分由于疫情的关系 从4月份其实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延后到今天来做相关的记者会 那也欢迎所有来到花蓮观光的一个朋友们 想要了解花蓮市的一个客庄故事 跟客庄景点客庄小吃客庄旅宿的部分 也可以参考我们回篮客家地图 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个来到花蓮的朋友们 都能够感受到花蓮在地的客家文化 也能够带动商家的一个商机 那再次还是要欢迎大家 那游戏规则的部分也可以参考我们相关的影片 或是网路上面的一个讲解 那我们最大奖在明年的1月份将要抽出 是iPhone14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活动 抽好礼抽好奖 从即日起一直到12月31号 都可以到花蓮市合作店家 及花蓮火车站旅服中心索取故事地图 只要盖完三个印章就能兑换一张抽奖券 欢迎大家按图索记来到花蓮 体验花蓮的魅力所在 还有机会抽中最新款iPhone手机 Dyson吹风机等10万元3系产品 及家用电器 记者许立琴 花蓮市报导